再过几天,就是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纪念日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聚焦两款明星战机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歼16D新型电子战飞机 今年中国航展开幕前夕,空军发布消息称 歼16D已经投入实战化训练 将进一步提高空军电子进攻能力 支撑空军作战范围拓展和空军战略转型建设 在今年的中国航展上,歼16D战机首次亮相 成为了最受关注的明星装备 歼16D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电子战飞机 以歼16为平台,具备真攻防御一体的综合作战能力 作为电子战飞机,它可以与其他战机无缝伴随作战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航空电子战体系 提升人民空军信息化条件下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第二款明星战机就是已经换装了国产发动机的歼20 作为国产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歼20已经列装到人民空军多支英雄部队 歼20从研发、视讯、列装作战部队 到装备多支英雄部队 参加多种实战实训任务 各种实战技能也从中得到了验证和提升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歼16D可以与其他战机无缝伴随作战 那么如果歼16D与歼20强强联手 又会形成怎样的战斗力呢 来听军事专家王明亮的观点 它跟通常的歼16最大的区别 就是挂的东西特别多 两个一间也挂的东西 也小吊厂 机身下挂了一堆的吊厂 这些吊厂干什么 这就是它的主战武器 它的各种电子侦察的设备 通信干扰的设备 雷达干扰的设备 它做的是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里面就有很复杂的技术 当然它还保留着原来歼16的 一些空战能力 所以它同样挂一些空空弹 这就是它特别强大 它的最大的战斗力就在这 殲-16D 殲-20 这两个飞机的共同点就是 都是针对敌人的雷达探测 殲-16是负责压制 不让它探 殲-20呢 我躲开它就探 那你看不到 你想想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它一定是一加一大于 二甚至大于三的这么一种效应 这种搭配 我想在未来的战场上 我们一定会用的 直击演训一线 日前陆军第73级团军 某工程防化旅周桥分队 在闽南某陌生水域 展开了一场浮桥架设演练 演练按作战进程 全要素 全员额 全过程连贯实施 全面提升周桥部队 渡河作战保障能力 演练模拟桥梁遭敌炮火打击损毁 有林部队前行受阻为背景展开 接到命令后 周桥分队迅速完成出动准备 百余台车辆装备向任务地域迅速机动集结 官兵们首先对江河地形进行勘测 收集水情数据 同时组织装备器材多点为展开饭水作业 水上架桥作业中冲锋漆停等水上装备 作为扶桥架设作业的动力员 担负着顶推牵引门桥 控制作业节奏的重要作用 此次演练 这个旅还在水域规划行进路线 预设了多道障碍卡口 提高门桥牵引转移能力 在战场上可能会遇到炮火奇迹 跟我们的空中飞机侦察 也可能会遇到电子波的干扰 也结合我们这个各类的障碍物情况 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八字形 三角形 跟我们这个直线航行 避开我们这个障碍物 跟我们这个炮火通走区 完成我们度过功能保障的路 受到天气影响 驾驶过程水情不断变化 分队指挥员迅速分析决断 采取汽艇以斜向顶平门桥的方式合拢 水上汽艇开足马力 桥上官兵密切配合 链接装具完成闭合 扶桥顺利驾通 扶桥架设时通过气体 牵引过顶推 使门桥顺利进入桥头线 再调整两个桥段的距离 使扶桥能够顺利合拢 随着扶桥的驾通 岸上观察员与各门桥长 配合作业 迅速将扶桥校正 完成隐蔽伪装 二十余台车辆装备 一次性通过扶桥 近日 第77集团军谋旅千里机动至 大漠戈壁 组织多火力 高强度 跨周夜 实弹射击演练 防空分队信息组网 火力协同 整体防护等作战能力 经过长途机动 部队按时抵达预定地域 占领阵地 隐蔽伪装 雷达组网 战斗准备全部就绪 东北方向发现目标 风位动三洞 距离仰掌洞 防空阵地遭敌机侦察 位置暴露 各火力分队立即转移 转移途中 蓝军无人侦察机 飞领掩护目标区域上空 高炮分队与便携式导弹分队 随即做好抗击准备 协同打击来袭目标 突袭敌机来得非常迅速 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非常短 我们必须做到 售捕部比较快 雷达跟踪稳 火力打击准 在快速快反中 确保对空防复安全 第一轮进攻受挫后 南军多型飞机 再次从不同高度 不同方向 对防空阵地展开侦察和袭扰 各作战单元自主抗击来袭目标 F1 F2单发浪捷动两屏目标 F3双发浪捷动两屏目标 F3 当目标以多方向多批次来袭时 我们要熟练组织 多途径侦察预警 多手段对空抗击 实现单一火力抗击 与多火力协同抗击的灵活转换 夜幕降临 防空分队借着夜色进行阵地转移 全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蓝军则采取多机群分散作战 单机超低空突袭 绕飞雷达盲区等战术 为防空分队设置重重障碍 导弹分队和高炮分队先后开火 防空分队灵活转换战法 构建高中低远中近 多波自火力抗击网 我们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 灵活转换多种作战模式 实现多火力优势互补 发挥更大的防空作战效能 有效提升了防空兵 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近日空军某运输搜救旅 结合实战背景 展开夜间侦察警戒巡逻课目训练 检验飞行员全天候作战能力 凌晨时分 华东某机场 多架搜救直升机依次升空 按计划航线展开侦察巡逻 接到指令 机组人员立即全面戒备 飞行员平稳控制飞机姿态 救生员及医护人员观察机外情况 破外飞行经历要高度集中 克服参照物少的困难 要结合仪表指示 做到内外结合 操纵直升机 保持飞行状态 演练中 共有三名新飞行员参与训练 在机长的代交下 他们顺利完成任务 训练后 这个旅还结合训练多机型 长航石 带心员等特点 梳理安全风险 完善特勤方案 经过本次训练 我明白了 面对特勤险勤时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镇定与冷静 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后的训练中 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时刻准备战斗